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留言分享,comment,like,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 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30万的免息分期个人理财信用卡裁技已经成为过去 最新是已经可以去到52万或以上的超级裁技 除了可以立即帮大家免息分期,可以拿到这52万的流动资金之外 也都有其中的15万是可以好像永续机那样择住数,不需要立即去找数 这种的52万财技是在现在经济更加困难 甚至乎河洞潮发生的势度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去度过经济难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更多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唱和打赏服务 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又开始了,欢迎各位 那我们现在拆解经济的直播又开始了 继续有我温水在这里 在我们Zoom的另一边就有90后投资经理阿妍,阿妍你好 Hello,你们好 大家好,我们今天都预备了一些话题跟大家去探讨和跟进 现在同步,我们都观察到市况涨得非常急 我们稍后会有一些节目内容环节分析现在的市况 一开始,首先当然多点留言和分享,最重要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鈴 而且也可以订阅我的Fortune Insight Prime 因为减息两边都减,中国又减,美国又减 那我已经是全仓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看看我买什么东西 基本上现在你一定要持货的 你一定要持货的,不然的话你就会跑输大市 所以我也很慶幸,我也有一些alpha的股 是沽到出去的,所以也叫做套了眼,赚了钱 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些即使操作的策略 就可以订阅我的Fortune Insight Prime 还有我的Patreon的52万财技,我可能会做一个修正 那个修正可能会拔回来,因为这些绝密的秘技都是期间限定供应 大概就会在10月的时候就拔下来 如果你现在都还没享用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 因为我也免得这条桥太多人认识,太多人知道 那就令到那个场就弄坏了 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就好像一些专业的赌客 那些赌客就可能你会在赌场在庄家手上赢到钱 但是庄家永远都可以踢你出赌场 又或者他改例,你以前懂得数牌的 他用够20部洗牌机,你就马上玩完了 那我们就无论去到这么高调 所以期间限定,如果你还有兴趣 还没有犹豫不决 也还没有订阅我这个52万的免息分期贷款 还要有15万永组机发动的一个财技的话 那就快点去吧 如果你订阅了就没什么影响,那你都学了 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 还有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的会员计划 80元每一个月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专业的答问环节 去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以及心目中的疑难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留言 留下你们的问题 公开留言,问多些 那我们也会解答多些的 那阿然也都针对着现在的市况 就作出了一个大的调整和部署 就是以我理解 他都已经是没什么钱了 都是买货了 那所以我想近期大部分人都是要 针对着现在那个市况变好 那样东西就要加仓了 那以我理解阿然就更早的时候 就已经加了更加多的创 那所以其实他都已经有一个超前部署 那如果大家对阿然的 Event-driven approach策略是有兴趣的话 那就填了一张Google form 那现在他就在经历一个 事业上面的向好的一个阶段 那所以就填了一张Google form 那之后他就会再去找你了 那大家如果想看我出的书 也可以支持一下我 那我也都有一些的ebook就准备逐步上架了 那希望都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那那我们今天有些什么新闻 开始讲起先好阿然 我们从个市况看一看先 现在就最新是上升几百点 这几天都是一个向上升的状态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陆就放水去到旧市 那现在就说这个下调政策利率的7日 逆回购利率0.2厘去到1.5厘 那现在就无论是中国也好 香港也好 和美国也好 都进入了一个减息的就期 那大陆的降准放水意味就是明显一些的 因为其实他这个其实都是维持了 这两年那个放水的基调 其实他这次只不过是一个大型的救市计划 而这个救市计划 其实跟过去两年就一脈相成 我认为现在大陆的玩法就是想把银根松多一点 希望可以救到那个股市 但是今次的救市计划 特别之处就是有一部分是想提振房地产的楼市 但是我想这个方面他未必是一个很重拳的出击 但是只不过是想缓满一下那个楼市的跌势 因为你说真的楼市想去回之前的高位 我相信就没什么可能 他现在最主要的剧本是想将那些钱灌下去那个股市当中 你知道现在中国的股市和香港的股市 那个的相关性是大过香港股市和美国股市 就是不同这个的30年前 所以今次的放水的消息 减息的消息是很有利好香港的股市 是没错的 所以那是为了我现在都买一些本地的地产股 那就是在博会不会有些好的消息跟美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怎么都要的仓一定有些东西了 如果你没有一些东西的话你是捱不到的 就是我只能够用我捱字你是捱不到的 所以你一定要慢慢买 加仓这样 怎么都一定要有的 那策略上你会觉得港股A股或者美股你怎么看呢 因为既边都同步减息 都或者降进或者放多些银筋出来 你怎么看呢 美股的话就你如果真的想安乐的话 你可能选择热门一些那些七红的股票 但你就留意如果是真的坊间讨论得太过热烈的时候 就是那个股票回调的一个阶段 比如你留意到之前那些Lafidia 都是说黄引勋的 极多新闻在市场上充斥的 反而那时候就要击下来 但是这些股票的基本面 我想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特别现在美国就进入了减息的阶段 其实减息呢 你看到历史来说 未必是对美股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就要小心一些 但是我的朋友就是加一些大的股票 刚刚说的那些七红的股票 这一个的态度 那现在你说港股和A股方面 其实现在这一段就扯得都比较急 如果是突然间去大仓去高追 这个就不是很建议 反而你部署一些是中价股的一些玩法 反而更加好 因为通常是大市升了上去 那些大价股升了 那之后再引来一些中价股 就慢慢向上墓 所以现在你的指数夹不上去 是很多一些大型股票都升了上去 如果它硬这个时候追 就是这几天来说 那可能会危险一点 你买一些可能要追落后的股票就稳定一点 是,那我想追落后 我现在买一些本地的地产商 但是我也要认识一下 就是我不会跟它做人势 就是我不会说长渣 突然之间就会持有几年 我不是的,我只是纯粹是短炒的 那我自己预期的短炒期 那个蜜月期可能就去到美国大选 那美国大选仍然是一个月的 所以这一个月我想这个仓 你的仓可以不停有一些调配的 但是起码你整个仓一定要有货 你现金的比例一定要减少 因为基本上就算你炒 Eventry Fund Approach的股票 比如我们这样 我们都会留意为一些基本因素 虽然我们和基本因素的一个策略 是有少少不同的 也都未必真的跟得那么足够的 但是始终你是大环境减息 两边减 就算是一些宰博Event的股份 他们可能都会吃到减息的正面的影响 那怎么都一定要加一些仓的 所以就 还有我现在也都很松动一点 之前有些死货 现在也有一些 就是行雨翻山的那个感觉 所以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优先放一些零件货币 就是比如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 反而加密货币它升得好像没有HSI那个势那么厉害 就是HSI 每天都几百点几百点 连续几天不停轰上去 而加密货币也有声音 但就是去回到64,000 那64,000你还没减息之前 在64,000那里都上上落落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选一些零件货币是适合的 可能是商品、金等等 至于譬如没有那么零件货币 楼的那些 你就再等一等 其实楼如果你看回本地的那些 本地就是瘦哥的那个物业 都卖得很好 基本上它就成为了减息之后 第一个叫做出售的 那个反应也很好 那个物业超额应购的 也都会不会真的可以延续那个 楼市的往事呢 那我反而是有待观察的 因为楼市或者是物业呢 它是一些流动性低一点的资产 所以它跟股市不同的 就是股市一旦有个好消息很敏感的 一旦一旦就行 所以它会立即给你一个反应 但是楼市呢 那些人都仍然会观察会再忙多一点 就是当然你供楼的 你可能是给少了息的 那你会供楼的压力是舒服了 但是是不是代表你要立即去入市呢 那反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住资金的话 那些流动性高一点的资产 我优先会觉得是港股 因为跌得很厉害 然后可能是加密货币 然后黄金啊 A股啊 或者美股呢 反而这三周我就排得厚一点 根本是不同的 纯粹它的取态是不同的 譬如阿妍也可能和我不同的 但是我们一定有一个一致的结论 就是起码你的倉庫不可以太贵 你一定要有些东西吃了这一层 可能就真的整年是到这一个月的 如果你这一个月你抢不到钱的话 那你就会很麻烦的 因为我们都吃了谷种吃了整个上半年 上半年我们其实那个表现OK 但是又不是说特别好 牛牛豆豆的那样 但是现在突然间打了一支兴奋劑 你吃不到那个效果的话 那你这一年就很大机会是会跑输的了 所以我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看看阿妍你否购买 是的 现在这一层就说真的 是今年除了得上来最夸张的一层 上半年就像你所说的 真是逗逗 没什么大的搞错 今年你见那些大的股票 都是除了上来 你就说之前那些什么炒的收息股 因为就在吹这个减息 那这一层又再涨回上来 就是之前他们上升了一层 会这次再涨回上来 这次其实你见到是个大价股 无论各个的板块都是一个鸡犬皆升的情况 所以这一层都是今年比较夸张的一层 你说现在金的那些就在破顶 我一上一个周期就是这个08年那时候 那时候是说一些内地的大妈疯狂 抢货 抢了那些金就上了去 经历了十几年之后 那些金价才到今天就再到破顶 我没记错 应该是昨天就报二千六百多元美金 是这个位置 那你如果这么久才再破顶 就有机会那个后劲的走势会是比较凌厉一点 因为破顶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那你一破顶就上面就等于是没有铐货 那这个所以就 为何坊间会看好金价的原因 是没错 那至于内地的楼市 我就觉得其实今次它那个减息 都很针对性是股市的 因为譬如什么平均基金 还是平准基金 那些全部都是对股市提振作用高一点 那楼市其实因为之前就伤害得太厉害了 那所以现在就算你做回一些减息的东西 其实对于楼市的那个影响 都是有限度 那所以我自己就会是 这样看现在这个市况 那你有没有留意一下其他人 怎样看现在的市场 或者你自己策略上面 有什么想法与保处呢 楼市那方面可以说多一点点 就是你说现在就是减息 就是有些本地的炒家 或者买了楼的突然间就 哇 兴奋起来的嘛 但是这个就未必是可以太过乐观了 因为现在说真的 就是美国那边又吹劲了 又说那个利息就不会去到一个超低息的时代 就是很大机会都是在3%左右 那里去下跌 因为你发觉到2008年 去到19年那个超低息的时代 不会再重临的话 就是你那个楼价 起码那个租金回报率 去到4-5% 就是高过那个 叫做均衡利息 少少才合理 如果那个租金回报率 真的去到这个%的话 就是那个楼价很大机会是L型的走 就是由19年或者21年的高位 跌了两至三成 去到现在 就算你真的能够指到一个跌势也好 它也只会是L型的走 所以你扣入这一类的资产 就不要预期 就像从03年开始 你一个风光万里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不会向上升得太多 但如果你当是一个收租或者收息的资产 这个角度去看 你会是 合理一点 所以那个楼价方面就是这样的 而且 你现在 无论大陆和香港也好 他都觉得 他要搞一些 比如说公平性 公义性 高一点的 一些政策 就是他现在 譬如你看到那个基调 找一些工出来 打击一些工库户 打击一些本身有私楼的居屋户 而大陆也是类似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楼价真的回到以往的高位来说 其实社会就不是太公道 那个政府 其实就不是很期望这件事 再到重临 所以就 楼价方面 你可能预期它是L型这样走 或者是慢慢阴跌下去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工具 这次想介绍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几有趣的两套股票策略给大家 第一套股票策略就叫做 Event Driven Approach 中文就叫做事件有道炒股方法 如果大家对于港股美股 现在一个很艰难的市况 是有些不知所措 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联络一下 90后投资经理阿燕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那张Google Form也是放在 Caption和留言那里 你可以找他联络一下 不需要经过我的 另一个就是TraderK的AI炒股方法 TraderK近年就研发了一套AI炒股系统 这一套系统也是 拿了科学员的奖项 也都进注了在里面 果然之已经得到业界的认同 这一套的方式 似乎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 有趣的效果 可以带到给观众去了解和认知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 炒股或者资产管理的方式 都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填一填下面那张Google Form 去找找TraderKate 让它去和你分享多些 它的股票心得 和这一套系统 AI的技术 如何在现在这个市况 可以制敌线机 和出其制成 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omment like share 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刚刚才开始 营运 也都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紧要就是 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一样东西是非常紧要 如果我平时 喜欢看我的视频 也都多点去看 多点去loop 最紧要就看完整条片 那我就无言感激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 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 专有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100条 我们也是会解答回100条 所以是非常之划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就算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都可以见到这个pay me code 和pay me link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可以打上一下我们 同类的 会解答